一直在心底中 會有這團火系想為社區服務 這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 所以街坊或市民都希望有一個新的面孔 新的思維、新的建議 去為社區分通一些色彩 大家好 我是新聞黨的社區發展主任劉勝雪丁 我正在康山區服務 大概是在16年年底 12月的時間 到現在就兩年半時間 自己因為都住在太古 一直失勢過 已經住在康山花園 所以長大了 都很希望自己能夠出一分力 為自己的社區 可以美化這個社區 和將這個社區變得更加好 剛剛畢業回來 當時還在醫學院做 但是遇到佔中 所以我回到來的時候的感覺 自己覺得整個社會都很撕裂 就算自己家人的群組裡 也有很多爭拗 就是為了政治 所以我就有一個招呼 很想再前一步 再走前一步 為了社區服務 希望我們自己住在香港 都是安居樂業 還有希望為香港發展 平穩地發展下去 不會太混亂 參選港者 其實我覺得這個 也是一個過程 因為是人生的經歷 當時又是 每一天就可能吃很少東西 甚至水都不喝 或者吃很少很少 我覺得學到是一種堅持 所以我覺得在地區工作 也是需要一種堅持 其他人才可以堅守自己 最初樂區的理念 一精力 做甚麼都是 可能很早起床 或者很晚睡覺 我覺得這個 我也一直堅持到 所以我覺得自己是 有拼勁去做一件事 久不久的時候 大家做站的時候 都會見一些 師兄師姐 或者師弟妹 這種感覺是很親切的 自己做街站 或者在社區裏面 有一種熱誠 或者滿足感 也會久不久遇上熟悉的人 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青一代都有青一代的思維 或者有些新的方法 去處理以往全職已久的問題 所以我也希望 大家那些年輕有幹勁 或者有能力的年輕人 都會出來為社區服務 我希望為政府 或者為香港市民 為社區 都有一件好事